KK老师 有粉丝问你 我们的二头积风应该怎么练 有没有推荐的动作呢 OK 首先决定我们二头积风 二头积风主要是二头地上端 二头地上端 我们就需要怎么做 就需要弯矩的时候 就是做左转向前移动的动作 那今天先教大家一个我们上斜哑的弯矩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上斜 将上斜调至75度 或者60度都可以 这是75度 然后我们将手 需要把大臂 把大臂完全卡在上斜凳上 然后身体重心一定要向后 如果大家做的时候身体重心向前了 就哑链下会犯什么错误 就哑链下落的时候 看大臂向前移动了 这非常错误 我们要把大臂完全卡在上斜凳上 而且要保持固定不动 而且坐哪只手 我们这个同侧腿可以向前 大臂完全卡在上斜凳之后 身体重心向后 而且要保证肩手肘 手肘抄前 这样不要晚不要晚 手肘抄前 然后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大家做的时候 就哑链下落的时候 把手臂完全省直了 如果完全省直 代表什么 二头就写力了 脏机油最重要的是 让二头持续法力 让机油持续法力 所以下落的时候 手臂要保持微躯 微躯 让二头持续保持掌力 而且还有什么叫技巧 有法力的时候可以旋转 看 可以旋转哑链 旋转 小步子内旋 二头 手肘赶快更强 看 这是旋 看到吗 二头收肘 这旋转 二头收肘赶快更强 OK 下次的手臂一定要试一试这个动作 大家还想学习哪个动作 评论区留言 干掉完了兄弟们